又到牙口了朋友们 看看这是什么牙口啊 这个是麦秀山 海拔3500啊 越来越低了 真的啊越来越低了 今天早上的泽库县 海拔还4000出头啊 这道山顶的海拔才3500 这媳妇以后只会越来越低 越来越热知道吧 知道啊 我们这将近一个月 在海拔4000米的地方下不来 现在是想上都上不去了 知道吧 懂了吗 知道了 下 曲曲折折了啊 全是弯路啊 盘旋下去的 弯弯绕绕 朋友们真的啊 这下山海拔急剧下降 温度急剧提升 朋友们这植被也是越来越多了啊 各种树 非常的茂盛 这边有个路牌 祝君一路平安 可能是出泽库了啊 泽库先出了 不确定啊 不好说 朋友们我们就是从大山上下来的啊 比大山还要高的地方下来的啊 热了呀 阿阳囊隧道 在前面大概40公里的地方啊 还全是树 这就变成了突磁箱了 真的啊 很突啊 可以说是突磁箱 热热热 实在是太热了 我们把这个车呢 停到这里的 大家看这是什么 这是高速路啊 不过还没有修通啊 前面就是下山的路 朋友们这不夸张啊 我们就从那个山顶的山顶下来的 哎 太热了 再往前10公里就到黄南了啊 城里边的话 怕找不到这种阴凉的地方 所以说先停在这里 现在是下午的5点吧 停在这里啊 等太阳稍微缓一会儿 我们再去城里 此刻呢 说真的 我心里啊 有点悲伤 视频最开头的时候 麦秀山崖口 海拔3500米啊 那里呢 可以说是一个 重要的一个点 高原 之前 到这 差不多 没有那么高的地方 一个转折点啊 一路下坡 哎 这就离开青藏高原了啊 真的 离开青藏高原了 这有高速 就意味着 我们要上高速了 之前也说过 在黄南的时候 就要上高速了啊 还有10公里 媳妇心里有什么想法 没想法 时间太快了 真的 时间一眨眼 太快太快了 我们从拉萨出发 京大去 本来说要走唐博古道 到雷乌齐到玉树啊 谁知道 在那个巴青县 直接穿越到青海玉树的杂多县 现在回想回想 是不是很美好的景点啊 是吧 是 没有一个人 全都是坑 那个路啊 真的是少见 全都是坑 全都是水 你昨天不又走了一次 昨天那个跟那个还不一样 然后晚上我们露营在那里 是不是啊 对 雷人新号 是吧 就我们一家四口 真的啊 之前走的时候 你说我喜欢 那个什么省一些路 现在不是省一些路了吧 是不是啊 你要正常走317的话 你没有那么大的印象 知道本人啊 嗯 真热 真热 一直往东边走 越走越热 早上十点钟 还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啊 泽库县 现在就下到两千多米了 哎 看看这里金黄金黄的 这是什么媳妇 青柯啊 青柯啊 高原种的不是青柯吗 你这一路上见过这个没 没有 这下来都已经黄了是不是 是啊 距离我大概70公里的地方 就是大草原 草原上各色各样的花 真的很怀念啊 不过这里有一些花 给大家拍下这 两千多米海拔的花 了 那 还有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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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